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在开始之前 老师希望各位能先帮老师按下订阅跟赞的按钮 老师正准备努力冲十万的订阅者目标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老师 也是支持我们的原创内容 原创不易 还请大家多多支持 这一集是我们推背图的第三集 第一集 我们讲到了推背图的原由以及作者 第二集我们讲到了清朝文豪 金圣探先生 他验证前推背图的33项之后的历史 也就是老师第二集开始解析的第34项以及第35项推背图解析 而这两项其实跟其他老师或其他研究推背图的人 讲法不大一样 因为老师是按照自己的解析 出来的这个历史观跟实践轴来对应的 而且老师解析出来的时间轴也如同整个推背图中的步调 同一个朝代 他不会超过四个挂项的解析 所以现在网路上有很多朋友去把研究台湾当前目前的状况 或是2020的大选 或是研究韩国瑜研究蔡英文都往后抽到第50几项来解释 那基本上是属于很张冠理带的状况了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前33项的推背图所演示的历史已经贯穿了1000多年 那从33项开始到第60项 最少也要900到1000年的时间来验证 怎么会为了解析中华民国台湾的选举 会有人可以去拿50项以后的挂来解析呢? 因为你整个推背图才60项 第60项是不算在内的 总共才59项 所以说这就不符合整个推背图 他对于历史事件的时间点跟逻辑 以目前的时间点来看 最多走到第40或第41项 理论上他不会更后面了 为什么呢? 因为金圣探先生所著的32项 一到32项的注解 是在顺治潮 最后一项是在顺治潮 也就是在1650年的前后 距今大概370年 而老师第二集讲到整个清朝历史的结束 也就是推背图中的32、33、34、35项 所以差不多与推背图所推演历史朝代 他的长跟短以及篇幅的逻辑 是采取一致的步调 而今天老师要讲的是清朝的下一个朝代 是什么呢? 就是中华民国 开始说中华民国之前 老师必须要把话说在前面哦 老师对于推背图的讲解 一切都是以学术研究为主要的目标 政党倾向跟国家至上主义 并不在其中 欢迎各位留言的讨论 但是请注意不要过于激愤哦 因为政治他是上等人玩的游戏 我们这些百姓主要就是缴税给胜利者 历史坚然 政局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 所以千万不要太激动了哦 好!今天我们先要讲的是第36项 《几亥》 田下殉上 也就是异机中的风天小处 他的称约是什么呢? 仙仙女子刺手遇敌 不分祸福 灯光闭日 他里面有个颂约 颂是什么呢? 双拳旋转乾坤 海内无端不尽 拇指不分 先后希望长安入境 这个项时间已经走到了中华民国的时代 老师解析所谓的仙仙女子 他是谁呢? 以老师的时间点跟历史的事件去对 他是由当时的第一夫人蒋宋美玲 出访美国国会进行演讲 成功的让是欧美世界开始重视什么 日军侵华的问题 因为在那个时候 欧美正在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 关于纳粹的问题 无暇管理到亚洲 或是日军侵华的问题 因为在那个时间 中华民国要各单独的去面对日军的侵华 是显得还没有什么力气召架的 无论设备火力以及兵力或是物资 都没有办法单独的跟日本抗衡 所以这个时候蒋宋美玲的出访 在美国国会的精彩演说 在同时间无时差的与全美国的收音机同步的放送 并且在演讲的第二天与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一起召开记者会的时候 利用的媒体的力量 成功的让罗斯福公开在记者会中表示 同意以什么以上帝允许最快的速度 向中华民国政府提供源源不绝的军火以及物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在对当时来讲 有了欧美的支持 这个就是很大的差别 也因为当时的演讲 让中华民国能够得到足够的力量 来抵抗大日本帝国的侵略 所以也应验了什么?仙仙女子,赤所欲敌 蒋宋美龄 她没有发一颗子弹 赤所空拳的 就让当时的国家状态扭转乾坤 能够抵御日本的外来侵略 所以说我们在途中也看到有一个女子骑着马 前面有人探路的状况之下 她往外走 什么叫骑马呢? 因为蒋宋美龄 她也蒋宋美龄 她也必须要坐飞机 远征外地 才能达到这件事情 而宋文里面的这一段 希望长安入境 又是什么意思呢? 指的就是后面所发生的西安事变 为什么呢? 因为西安事变就发生在陕西市的长安县 当时的蒋介石立主教共抗日 而当时的少帅张学良 他认为应该联合国内的一切的力量 先对付共同的敌人 是谁?大日本帝国 他的侵略 所以应该应该跟共产党一起怎么样结合起来 我们先安内来攘外 所以呢 当时他就跟共产党一起设下了种种的陷阱 来诱补了蒋宗正 把蒋宗正抓到了哪里? 长安县 而这时各方的首长 以及各国的首脑 以及蒋宋美龄夫人 都在想方设法的去长安 去营救当时的领导人蒋宗正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希望长安入境 静就是指静见 面对的是什么王或天子 当时的天子就是蒋宗正 而这个历史事件 也让蒋宗正迫于无奈 同意联合抗日 这个举动大大的提振 当时国内的民心与士气 让整个民心都在一致的抗日身上 也就有所谓的十万青年十万军 一寸三合一寸血的高昂士气 而这个决定对抗日是福 但其实对蒋宗正可能就是祸了 所以不分祸福 灯光毕日 最后在蒋宗正 与毛泽东共同的领导下战胜了日军 完成了对日的抗战 而推背图中的这一项 主要就是这一段重大历史事件 在这里老师必须跟各位要讲到一件事情 要注意哦 因为推背图的特色 他有时候就在一个项里面 他不见得只是记录一件事情 通常他这个是这件事情会有连贯性的处理 所以通常不是记录最重大 而是记录他有这个地方会产生的历史的转折的重点 会比较高 好 这跟我们后面谈到台湾的问题 以及中华民国的灭亡 然后他是有很极大的相关的部分 那现在就是我们的第三十七项 庚子 正下讯上 也就是《易经》里面的风雷役 他的称约是汗水茫茫 在这个项中所提到的老师的分析是什么呢? 他就是所谓的国共内战 当在当时大家的主要敌人 大日本帝国已经战败投降了 中国共产党跟中国国民党就开始了内战 因为中国共产党不认为 你中国共产党凭什么有这个权利 有这个资格 代表了中国去接受日本天皇的受降 所以开始了跟国民党的内战 从1945年开始的国共内战 一路达到了1949年的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对于世界与欧美来说 都是属于什么?属于中国的内战 他不是所谓改朝换代 而是一个中国内的党争 在这个结果中 只是换了执政党而已 截至目前为止 欧美与世界大部分的国家 还是以一个中国为主轴来看待中华民国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 所以直到满清灭亡之后 到现在中国社会 中国在社会上一个中国 也应验了所谓的什么? 汗水茫茫不同 季统 也就是国民党的北京政府 对西安的共产党政权 都是中国 也都属于民主共和国的宪法体制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日期是10月1日 但是那一天就是农历的八月初十 所以也音乐了 倒戈封八月 在这个时候 世界上整个中国再也没有了王位,也没有了皇帝 也没有了军阀割据 所以无论共产党或国民党 都是以各种的选举模式来决定国家的领导人 到后来到现在为止 这两边的两岸的政权 都没有所谓的事实 对于中国来说 共产党的统治到底是凶还是急 这很难说 然而到了这个地方 中华民国在中国第一阶段的执政权 可以说是完全的结束了 但是中国民中华民国灭亡了吗 目前还没有 因为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撤退来台湾之后 蒋中正继续宣布了行使中华民国总统职权 而当时的中国的政治体就是以选举为主 只是现在换成了共产党 取得了整个中国大陆的领土执政权 双方各自都宣布拥有按照宪法 对整个中国大陆的领土的同志 所以无论在国际上或法律上 人属于一个中国 也是属于各吹各擂 各管各的 互不管辖的一个模式 这是一个非常尴尬 但是也是非常伟妙的国际情势 但是在这里老师还是要强调 老师现在所讲的都是按照推背图的逻辑 而不是按照老师自己个人的观念以及政治态度 因为所推演的事情 按照推背图的逻辑来看 他都是以中国大陆为主 为什么? 因为他们才是天朝 这个是整个历史的宏观在这个地方 但是这也是对背图的怎么样?核心精神 那对于台湾这个地方 因为老师生在台湾 因为他本身就不在中国大陆的主要统治权 无论过去现在可能未来就不知道了 所以后续我们在谈论中华民国的部分 在推背图中 以他的精神来讲 他只会用旁述的方法 在这个项内产生 所以在下一集 我们就先来讨论中华民国这个政权最终的局面 中华民国到底会不会在短时间内被武统 后灭亡 还是会有其他变化呢? 其实在推背图中 老师已经解出了若干 非常有意思的结果 请各位务必订阅我们的频道 掌握老师对于历史与国际情势的读到解析 在这里 老师还在提醒各位 请先按下订阅跟赞的按钮 老师正在努力充十万的订阅者目标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老师 也是支持我们的原创创作者的内容 我是陈老师 请各位要注意 文明讨论 礼貌留言 你的激动不会改变的世界 但是会为你造成口约 感谢您 我们下次再见